本门所言出轨的女子 是指夫婿上见 而与其他男子由然 不包括秦始皇生母赵姬等管居住 一 最夫婿人文的出轨 有一句成语叫徐娘半老 一座半老徐娘 她的典出便与古代女子出轨相关 这徐娘是指南朝梁元帝 萧毅的妃子徐昭佩 这位徐妃以半面装文明于史 梁元帝又坏眼睛瞎了一幕 是丑陋的独眼皇帝 于是徐妃美见皇帝时 变化半面装 以讥笑皇帝独眼 气得梁元帝暴跳如雷 徐妃却暗地里同陈属 祭祭江和尚志远等人私通 一次祭祭江与徐妃私会后探约 百只狗虽老游能猎 萧飘扬马虽老游决 徐娘虽老 游上多情 此后就留下了徐娘半老 风韵游存于徐娘 半面装的人文典故 二 罪名正言顺的出轨 南北朝送前费帝刘子叶的妹妹 山音公主 明楚玉 嫁给驸马都为何极为妻后 曾对皇帝说 妾与陛下男女虽书 巨托体先帝 陛下六宫万水 而妾为驸马一人 事态不均 意思是咱俩都是先帝的谷咒 你有六宫上万美女 而我仅驸马一人 这太不公平了 于是皇帝赐予他郡王的待遇 给他一次批发三十个小帅哥做男宠 让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 可惜他还不满意 又向皇帝强要力部侍郎处冤 处冤被迫伺候公主十天 实在忍受不住 便以自杀相威胁方的脱身 三 最缠绵匪测的出轨 李世民的女儿高杨公主 与胆相房玄龄 次子房一爱正着联姻 高杨并不喜欢一介五夫的房一爱 很快与玄奘高族变姬真心相爱 其情可谓缠绵匪测 而夫婿房一爱甘愿为他们看门 高杨则投讨暴力 转赠美女两个 意思是咱俩更玩个的吧 谁也甭管谁 这段私情微信的八九年后 因高杨私赠便姬的欲者被偷 而大白于天下 唐太宗大怒 下诏将便姬处以腰斩的极刑 便姬死后 极度伤心的高杨曾说 便姬是我的骄傲 房一爱才是我的耻辱 也许是爱无极物 之后的高杨公开那三个僧人为面首 三僧怂恿高杨发动宫廷政变 终被刺死 四 最有恃无恐的出轨 唐忠宗李显遭流放时 曾与维侍做了十五年的患难夫妻 当年他十分诚恳地对维侍历势道 一时若父得见天日 为辱所欲 不相禁止 为了抢他复位后 这维皇后每每用这句话来牵制他 人维侯猖狂淫乱后宫 送给自己一顶顶绿帽子 竟无言以对 为后实在是有恃无恐 先与武则天侄子武三司司通 后想中三个年轻帅哥 便让他们做木宾 追随左右不离 那唐忠宗是视而不见 甚至亲自安排为后与武三司优惠 当然 忠宗和仇宫中武美人相伴呢 五 最荒诞无稽的出轨 梁武帝萧衍的女儿萧玉瑶 被封人永兴公主 下嫁五帝早年至交之子殷君后 对老十八交的驸马爷非常憎恶 竟然荒诞地勾搭上了梁武帝的六帝萧红 永兴的这位亲叔叔林川王长八尺 美须美 容止可观 大概是个美男子 他甘愿与织女乱伦私通 是寄予这老大的皇位 他曾厚颜无耻地在床围间对永兴说 只要你设法除掉我大哥 一旦我做皇帝 便封你为皇后 无独有偶 南朝宋文帝似女儿海颜公主 嫁给赵倩后 竟公然与束兄使心王私通 两人打得火热 这倒真是兄妹情深 六 最肆无忌惮的出轨 若论古代女子出轨 谁最肆无忌惮 恐怕非历史上第一花花公主太平莫属 太平在第二任丈夫无忧 记眼鼻子底下 公开大肆包养男宠 其男宠只能以成百上千计 还从中选出一个张昌宗 奉送给母亲武则天姐们 太平公主还相继于胡僧会饭 打向崔石 私立成高检私通 其最阴险带珠的出轨 历史上最昭明的丑八怪皇后贾南凤 自然不会去为那傻瓜皇帝司马忠守附讨 他大肆淫乱后宫 不仅与太医令成俱等人私通 又采取阴险带度的手段 四处遣人从民间路色绑架美少男进宫 任他淫荡玩乐 一旦玩腻了就随便找个借口杀掉 以免泄露天机 可真是心狠手辣 毫无人性可言 把罪一本万利的出轨 若勒因出轨而赢得最大实惠的 当属武则天 是位唐太宗的小才人武妹娘 实在有远见着实 老皇帝还没死 就盯上了未来的皇帝李治 他不惜冒杀头的风险 暗中勾搭还是太子的李治 他的这一出轨 真正是一本万利 李治继位后 很快把他从改叶寺接进宫 从昭仪到皇后 最终成为史无前例的一代女皇 九 最公平交易的出轨 北齐武城帝高战继承其兄长的皇位后 连弃皇兄的皇后李祖额 也一并继承了 他垂涎嫂子的美貌 即位后就强行霸占 常常坐在凶嫂的昭仙宫 他自己册封的皇后胡适 也不耐恭维继目 同高战的亲信随从和士开向勾打 高战知道后 非但不责怪他 还有一成全他们 这倒像是一场公平交易 和士开善事说 胡皇后说 他也想学说 高战便命和士开教他 胡皇后与和士开眉来眼去 乘机调情 高战只顾饮酒坐了 视而不见 十 最值得怜悯的出轨 水浒传中那两个姓潘的女子 潘金莲 潘巧云 一直是传统意义上的淫妇典型 使人凡谈及淫妇 或言潘金莲 或约潘巧云 其十二潘出轨出之有因 施奈安 罗冠中愣 是让年轻貌美的潘金莲 嫁给面目猙獰的诸如人武大郎 又把手管连于 青春正负的潘巧云 下架一个生理上有问题的病关锁 再让他们一步步的红杏铺墙 最终都成刀 下之轨 所以 这二潘出轨最值得怜悯与同情 当然 这是古典文学作品中说的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